吞咽困难 是认知障碍症的常见病症 吞咽困难是认知障碍症的常见病症 不要看小吞咽困难 如果处理不好,足可致命 现在就看看言语治疗师有什么办法处理 吞咽困难是指我们吃东西或喝东西 食物由口进到过程出现的问题 常见病症包括病人吃东西 吃得很久,嘴咽出现困难 另外,严重病人吃东西 食物可能会跌入汽管 令食物落错格的情况 吞咽困难的病人 病人吃东西出现了一些问题 于是食量,食的速度也会减少 所以最常见的就是 可能有缺水的情况 或者是营养不良 而严重的情况 病人可能会吃东西的时候吞咽 另外,也可能会因为食物落错格 令到他出现一些病发症 比如吸入性肺炎,多痰这些情况 严重的话,其实会引致死亡 认知障碍症的病人 他也会有口咽阶段的吞咽困难 但因为他认知的问题 他也可能有一些喂食的困难 他跟随指令各方面都可能会比较论 所以在治疗上的一些策略 他未必可以更得很好 所以在处理上 很多时我们需要改变食物的质感 和酬度去帮助